黃色小鴨睽違十年回歸高雄 白天陽光燦爛 或是晚上有燈光的蹭印 黃色小鴨的周圍 落意不絕的觀光客 但是臉書上有網友PO文 高雄市警局為了護鴨撒簡歷 遠景24小時輪班職勤 幫忙守護兩顆大氣球 竟然還沒有便當可以吃 文章還附上了簡訊截圖 因為經費有限 平日不公便當 這個投訴讓市議員開轟 950萬元的經費花到哪 景地來維護交通安全 或是疏散人潮 無可厚非 但是如果連半夜 都沒有人潮的狀況下 還要出動警力 來24小時看守 讓人民保母 變成小鴨保母的話 那麼絕對有浪費警力的問題 我覺得公餐也是要必要的 或是人 我覺得不太好 因為他們來這邊也是很辛苦 市議員質疑 當初觀光局的標案 就要求廠商要24小時 派足量的人力維護作品 怎麼會變成了撒簡歷 而且合約中的巡視範圍 相當廣泛 變相的增加建立負擔 在跨越用膳的時間 並提供便當 希望可以讓同仁做 勤募的起立標準 活動現場一直24小時 都配有保全人員 確實的巡查場域 進行相關的巡視工作 面對質疑 觀光局回應有聘警衛 但是對於是否要求 警方巡邏 沒有多做解釋 黃色小鴨帶動觀光商機 但是警察是保護鴨鴨 還是當人民保母 掀起了爭議 三連新聞 請諸位達至於榮 高雄報導